我們連校園裡面的生態都搞不清楚 連我們在校園所在地的大陸上的生態 我們都不清楚 我們實在是沒有辦法去關心到全台灣 也沒有辦法去關心到全世界 也就是說生態的議題大部分是具有區域性 而且具有在地性 雖然說我們在19世紀20世紀的過程中 我們一直在追求全世界統一一致性的標準 所謂全球化的整個運作 那這樣的運作呢 正好就違背生態系的生態運作的一個代替性 跟一個特有性跟獨特性 所以到20世紀末 應該是195年代以後 就很多人就已經把 你只要對生態有點了解就知道 我們現在全球化一致性 共通性的這樣一個運作情況下 就是會摧毀這個生態 但是很麻煩的是 我們台灣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經濟發展的過程中 我們所有的人都幾乎在都會化 而我們所有的教育 你知道嗎 在告訴我們 如何在都會中求生存 那這樣一個都會化 跟整個運作 我們都會的運作 最大的特點就 全部所有事情嘛 全部是人想出來的 只要人想不到的事情 一發生就可能造成混亂 甚至造成災難 但是在自然界裡面有非常多 有非常多的事情 我們都不知道它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我們在過去的這幾十年來 我們這個感受 當我們發現好處的時候 我們就拼命了 拼命去使用 這個我們人類幾千年來的 一個花瓶的一個特點 我們發現它的好處 我們就用它 但是慢慢慢慢的 就會發現說 我們沒有注意到的問題 慢慢的 慢慢就會浮現 那我們現在目前就在承擔 這個過去一兩百年來 所沒有注意到的 很多很多的問題 而現在現在目前 也在更製造出 更多更多未來的問題 讓我們的子孫 讓我們的後代去瞭解 剛剛我們秘書長在提到的 有很多東西 都在毒害我們的子孫 毒害我們未來的健康 我們都知道 如果說是有人放毒的話 那有錢花瓶 不能允許他了 還要判刑 但是相反的 我們現在社會 好像可以允許這些財款 這樣搞 到最後了 我們決定要我們來承擔 那這裡面 現在目前當作一個指標的東西 叫做PM2.5 我們在 上個月 應該是這個月吧 月出來 10月7號 10月7號 我們剛辦一個什麼 一個PM2.5的研討會 當時我們就希望呼籲說 如果說政府 或者我們的社會 不願意的吧 不願意來幫助我們解決這問題 至少你辦法 你做公布吧 就是說現在目前的PM2.5的研討會如何 那我們拿我們 我們國民來自求兜福吧 我要怎麼樣讓我自己解決 結果你知道 環保所長怎麼怎麼說 這樣會引起社會的恐慌 豐富污染的資訊會引起社會恐慌 所以變成說 從這個從這裡面 我們就更能夠知道說 我們應該要 應該要全臉要有覺醒 沒有覺醒 你的健康你的未來 真的是會被人家把你弄掉了 那我剛剛就提到我在我老子邊以後 就講到就開始了解 我們這整個大樹山 這個地方相關的事情 那也應該生態學會 還有我們蔡務所長 那個時候 你們看他這樣很厲害 你知道他來讀研究所 他來報名的時候 是那個什麼 那個都是市館長 對這個生態的東西 完全什麼 完全都不懂 超人吧 兩年三年而已 現在目前嚇嚇叫 也就是說 當我們在處理事情的時候 你真的去面對的問題 面對我們 我們真正的在處理的狀況來看 就會非常輕易 所以在這個大樹山過去呢 我們從有幾個議題 叫台灣百合議題 到現在目前 有很多的事情 好人關起來 好 那這一些人 我們剛好有提到溫俊傑 溫先生來 我們剛剛有提到 你再給他看一下 他現在目前 就在大樹山做他的壽事論文 他是一個公司的老闆 一個在做注重化管理的老闆 那來我們就讀研究所 那在這邊在處理傷害的事情 那大樹山呢 因為他的努力 他竟發現了 就是常惠天鵝 跟台灣百合之間 這個傳統的關係 我們如果看過風中其雲的人都知道 在這裏面那一隻 那隻仇角 你知道嗎 叫做蜂鳥 對不對 知道很多 在美洲是蜂鳥 在我們東方是 是常惠天鵝 他們是不同來源的生物 但是他們的行為跟伴侶的角色是一樣的 那這個百合的傳統就靠那個 那個 常惠天鵝 那我們在那裏面就有提到這裏面 所以說 如果你們想要知道說 他到底 怎麼在做很多事情 怎麼運作 明天的話 我們就有機會 多像我們的 問大哥 我們就一樣 跟我們同學一樣 問大哥 多多討論 來了解 一些相關的事項 好 謝謝大家 趕快